地藏菩萨本宴经 我们再继续读经文 而时释迦牟尼佛告文知师利法王子菩萨马哈萨 你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 此世界他世界 此国土他国土 如是经来集会到道理听者 你屡知述不 这一段经文呢 就是在那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问这个文知师利法王子 说你看啊 这个所有的佛菩萨 跟所有的天龙鬼神 这个世界的跟其他的世界的 这个国土的跟其他国土的 这么多的这个佛菩萨 天龙鬼神 都来集会到道理听 你知数不 这个最重要就是最后那一句 就你知道这个数目吗 这一句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佛陀问文知师利菩萨 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问这个文知师利菩萨 他为什么不问别的菩萨 因为文知师利菩萨他的这个智慧是 是No.1的 No.1他是最好的 他的知力是最高 其实文知师利菩萨他也是佛 他我们讲他过去已经是佛 现在也是佛 未来也是佛 他是古佛 是一尊古佛 那么问这个数字呢 也就是佛陀 他是第一大的这个菩萨 所谓法王子 我们经常谈到这个法王子 法王子是 也就是说 他本身呢 已经是可以讲起来是补佛 也就是佛位以下的第一名 这是法王子 那佛陀问他呢 因为他是等于是一个班长 所有的菩萨当中的一个班长 文知师利菩萨是班长 一个班里面的这个班长 成绩最好的最优秀的 那个时候也等于是说 释迦牟尼佛问他 他假如答得出来呢 那就等于 全部都 所有的差不多都知道了 他等于是一个代表一样 所以释迦牟尼佛问他 我们看后面那一段经文呢 好像是说文知师利菩萨讲说 我不知道 他答我不知道 他的这个答话 跟你们平时啊 我在问你们的时候 那个情形是一样的 其实你们是知道的 但是不愿意打 或者是客气 迁徒 我想文知师利菩萨 也应该是客气 是迁徒 那么按照这个佛陀所讲的意思 现在所有的活菩萨 天龙鬼神 到了这个刀立天 其数目啊 是非常多的 多到没有办法去算 多到没有办法去算 我知道这个刀立天宫啊 这个善法堂 喜剑城里面的善法堂 那个会议中心叫meeting center 那个会议中心叫meeting center 那个会议中心的这个地方啊 说小也能小 说大也能大 你说大到怎么样子呢 你看那个门啊 不是很大 那个刀立天善法堂的门不是很大 但是一开门进去 里面另外有一个天地 这个天地啊 就好像是华颜世界里面 那一个宝塔里面 只要一打开这个门 一进去 里面根本就是另外一个 很大很大 无穷尽的世界 所以他能够容纳那么多人 佛陀问文知师利 你知道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啊 多少人 来了多少人 文知师利 听说后面的经文打 他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 没有办法去算 没有办法去数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引言 那就是释迦摩尼佛要讲这个地藏菩萨本宴经的一个开始 他必须要借着这个释迦摩尼佛跟文知师利菩萨的两边的这样子对答 对答当中引出要讲这一本地藏菩萨本宴经的一个引子 就是一个开始的一个续续 拉开这个续幕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 就是因为来了这么多 那么数目有多少呢 那没有办法数 文知师利菩萨说我的确是撤不出来 其实是他客气 不过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事情 你是撤不出来的 就算最有智慧的人 也没有办法回答 像文知师利菩萨这么有智慧 他也没有办法回答 我有几个问题问大家 你们也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对不对 就算现在我问你 现在在真火蜜月里面 有多少人来听佛 你知数佛 我现在问你啊 你知道多少数目 你绝对答不出来 你现在答绝对答不出来 因为你没有去数 你只是眼睛一瞄 差不多多少你可以知道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数这些人头 到底有多少人 说不定厕所里面还有一个 你没有办法数 抖在这个楼梯的啦 坐在厨房的啦 坐在巷子里面的啦 走廊里面的啦 你就数不到 你看不到 你没有办法数 你就算算数了 突然间又进来一个 那门一框又进来一个 有的时候你认为门一框进来一个 不是啊 两三个爬进来 你又不准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数字是很难的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密宴里面 在听法的你就不知是数了 那门之师律菩萨有神通啊 他应该知道的呀 但是他为什么不答呢 这个奥妙就是在这里 我刚才讲了 在世界上有很多是未知数的 像佛陀经常讲 恒河沙数 恒河沙数你怎么去数 印度的恒河贯通整个这个印度 是印度的圣河 他旁边有多少沙 那种沙很细很白啊 以前那流行啊 在台湾的流行 这个佛教徒这个 严吉的时候啊 就往生了 那么就有人到印度去 那时候去印度的人 不像现在这么多 去了回来 恒河沙抓一把 回到了台湾以后 他们的恒河沙很贵的 这么几粒啊 洒在这个人的身上 佛教徒的这个身上 哇就已经很舒服 一定可以往生 因为恒河沙 就是佛陀经常讲 那个恒河啊 那个沙啊 多么珍贵啊 那时候我那个 我一个姑母 阿姑 大姑 她也去淘了几粒回来 好宝贝哦 我一看 是好像是比较亲近一点 好像那个海沙那种沙 有点像咖啡色的 就是这么几粒 哇 她是从高雄啊 坐火车到台中来 去跟李炳南集市 讨了几颗 哇 好珍贵哦 这样捧 好像捧活菩萨 一样捧回高雄 现在的人啊 经常到印度去朝圣啊 去旅行 现在恒河沙 比较不那个 那时候几粒恒河沙 要供养的 要供养多少 供养多少钱啊 这样才能够拿到几粒沙的 恒河边 我问你哦 恒河边有多少数的恒河沙 没有办法打 很多事情是知树佛 都是不知道的 很简单的 我现在随便指那一棵松树 那边 那三棵松树当中 中间那一棵 有几根松针 有几根松针 松树都是松针嘛 有几根松针 你就没有办法打 大家都是打不出来的 很简单 彩虹山庄 彩虹山庄啊 那个我们围墙里面 有多少只蚂蚁 以前彩虹山庄 那个蚂蚁塔 不得了 它蚂蚁造的房子 跟人堆一模一样高了 到最后 这个小光法师啊 就现在联姻上司 给他这个放生去 把蚂蚁啊 用那个塑胶带 蚂蚁的房子 用塑胶带装起来 移到别的地方去 以前呢 在移以前 采用山庄 有多少只蚂蚁 在移完以后啊 还有多少只蚂蚁 你能够答吗 没办法 没办法打出 最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关系到你自己 你头发有多少根 灯消头 法师 你头发有多少根 他也是答不知道 跟文字式地菩萨一样聪明 每一个人啊 很多问题 的确不是不知道的 好像我们经常讲 哇 你天地小 你懂得天上了 懂得地下 天文地理 你通通知道 但是事实上 很多事情 是我们本身不知道的 像那个大凰天 大凰天王 他说只要 不是大凰天王 是这个摩西首楼天王 只要他一眨眼 就知道今天落己第一 他这个神通就 就不得了了 这个疑当然是 我们知道啊 像这个气象台啊 他可以讲说 哪个地方落多少雨 哪个地方落多少雨 但是几滴啊 是不知道的 但是摩西首楼天的天王 能够知道落几滴 这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 他的神通 非常的宝大 每一个人身上有多少个细胞 民意法师 你身上有多少细胞 他也是跟文字 实力菩萨一样聪明 不知道 文字师尊以前很厉害的 我的心通很厉害 以前很厉害 现在就不厉害 以前很厉害 现在一样很厉害 只是现在不再常用这一种心通 以前我在测 测这个数目 我说那个数目就是那个数目的 我说那个数目就是那个数目的 那以前在测 为什么会那么灵 那么准呢 那么那么应验呢 为什么呢 因为把心放空 完全是由灵 灵来指示 你玩 你只要玩过这个叠仙的人 就知道 以前 我们家里曾经呢 有一阵子是 关这个叠仙 好了 你这个房子里面几个人 你不用去问 不用去数 但是你在关的时候 你就问他 他在走走走走走 你问他 现在这个房子里面 包括楼上楼下 房子里面一共多少人 其实你便没有数 在关的人也不去数 有为关的 甚至于没有围观的 通通不去数 他吓吓吓吓走一走 马上主持一个数日 数日出来 这个数日一组出来 然后你再去数 去点人头 点一点 果然跟他讲的完全一模一样 不过有一次 不过有一次 插那一个 有一次是插那一个 插那一个的结果 我们是说 奇怪怎么会插一个呢 那么再找 刚刚好有一个baby 有一个婴孩 这个是还没有出生 在肚子里面 他那个也算的 就是那个也算 就是说他已经是八个月大的肚子 他说加上这个baby的话 就是在 那个数字刚好十一个人 那么我们算是算十个人 那么为什么少一个呢 原来那个太太他身上已经还有一个八个月大的 这个蝶先到最后指出来 他说连肚子里面那个也算 就是十一个 很准确的 很准确的 就像现在啊 我告诉你 我看不到走廊 我看不到厨房 厨房里面抖着什么人 我不知道的 那个角落抖什么人 我不知道的 但是我眼睛这样一瞄 我便不是用我的这个眼力去数人头 我只是把我的心放空 然后手伸出来 那么请这个灵事啊 请自己的心啊 请这个灵去算 这个手指张开 然后他跳动 点跳动 不过是一种数日的游戏 你本身便没有去点 但是你的心啊 在想这房子里面多少人 他只是出来一个数日 这个数日告诉你以后 我讲出来 多少人 这房子里面多少人 你们开始点 一个站到这边 一个一个站到这边 一个一个站到这边来 数目是正确的 一个都不会少掉 这个就是一般来讲的 这个灵算 七子神算 就是这样子算 这个叠仙啊 叠仙这个灵啊 能够算出来多少人 我一样也是能够算出这 算出那个数字出来的 那最有名的一次啊 就是我到这个澎湖拱北山 去测量 澎湖拱北山测量 那么我的副连长叫魏清平 我写在书上了 那个叫魏清平 他对我这个说 我会这个神算啊 他是一点都不相信的 他是完全是军人 我自己本身也是军人 但是我会算 他听说 只是他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根本不相信这些 那么在拱北山的时候啊 就是住在那个hotel里面 住在饭店里面 那么他就是 身上有很多铜钱 他身上有很多 他抓了一把 就是卢胜宴 你说你会算 你是信佛 你会算 信佛的人不一定会算 我是这样说 那时候 他告诉我 他说他什么都不信的 任何鬼神他都不信 今天我抓一把铜钱 我都不知道自己 里面铜钱有多少个 今天你能够算准了 我扶你 以后啊 我跟着你啊 念佛 跟着你念经啊 我跟着你学佛 哇 他是很那个 开口就这样子讲 他说一是一 你今天不准 以后你不要在我面前谈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卢胜宴在我在测量年 他是测量年副连长 魏清平 他说你以后啊 不要在我连里面谈这个事情 从此以后你不要再谈这个神算的事情 哇 这个考验是很大 他是长官啊 我那时候是测量工程师工程官而已 他是副连长 我在连里面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他不信 他就是那次做一个测验 我没办法 非答他不可啊 因为我不愿意受试探 也就是不愿意受考试的 但是我也要测试 他里面到底有多少铜钱 因为我他是连长 以后我就不能在连里面再讲这些啊 这说佛啊 说这个神算的事情 都不能讲 那时候也是心就静下来 我一直在祈祷 来的是澎湖城坊 澎湖的城坊来了 那么澎湖城坊有神通的 他可以看过这个守备 他可以知道里面有多少钱 他给我指示是14个 14个钱 14个铜钱 那我既然胆子很大 这一次不准的话就完蛋 我跟他讲14个铜钱 14个铜钱 他方该守掌 一大堆钱在那里 一个月算 一个 两个 三个 拿走13个 所掌里面还剩下一个 刚好14个 刚好14个 这个神算啊 是一个都不能差的 一个都不能差的 我在想哦 这个文字实力菩萨 应该要知道的 他应该要知道的 因为只要把这个心放空啊 你只要招勤了 你是一个菩萨 一个大菩萨 应该是很准确的 怎么会不准呢 所以我说 可能是文字实力菩萨 是 是 千禧 他是千禧 活菩萨都知道的 另外呢 这个 好像是说你到我家里来 我那时候也有一个很妙的事情 我拿一支笔 我拿一支笔 然后你跪在旁边 跪在旁边我就问了 我问说 跪在我旁边这个人呢 他身上一共带多少钱 这个时候菩萨 很简单的 他可以进到 他菩萨可以摇关 一看 他皮包有多少 他的小袋子有多少 他里面有多少 后面皮夹子里面有多少 他前面口袋有多少 这个小袋有多少 会算出来 那个数字我都写出来了 你一共有多少 快 几百块 这个几十 那么几元 甚至于几角 通通把你写出来 然后你再把你再把所有的钱再掏出来再算 算多少 算算算算 跟我写的数字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个只是一个数字游戏 你知数佛 这个只是一个数字的游戏 应该是可以知道的 因为数字是很容易算的 很容易算 只是你加上去而已 多少 你问他多少 快是多少 脚是多少 分是多少 然后 几百是多少 几千 这个再多的钱 几万 带了几万来 都可以算出来的 那时候真的是准 真的是很准切 很准切 甚至于你人不在这里 人不在这里 你只要写下柱子 好像我在台中问事情 你人在澎湖隔着一个海 澎湖县马公正 那么你写着这个几阶几号 什么街 什么 写的 我马上精神一定 安静一下子 我就跟你讲 你这个房子里面 住几个人 几个男子的女 如果不准 如果不对 我就不跟你问 都是对的 整本布置里面 都是对的 我写出来 你几个男 几个女 住在这个柱子里面 那么隔一个海 我人在台中 他在 他在澎湖马公 也能够很准切的 所以那时候的这个灵 那时候的这个灵感 整个宜宙都可以充满 整个宜宙都可以充满 那时候在问世 现在问世 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推测 因为一个人只给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没有办法 假如是以前的话 我是每一个人先给他 论一个证明给他 然后再问 为什么要给他一个证明 让他心服口服 你身上带多少钱 马上数 跟我讲的数目完全 你不要开口 你不要先开口的 你只要先开口说 我身上多少钱 那个是不可以 有时候是玩拔戏 你不要开口 我先讲数目给你 你再掏出钱 再来数 再来对证 你先写下柱子 我说几个人 几个男 几个女 住在里面 我们先对证 更灵感的 一个男的 来了不服 他站在旁边 很不服的 我说你不要不服 我告诉你 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眼睛闭下来 你昨天晚上 摩托车跟人家相闯 他马上把脚 伸开来 哎哟 真的诶 你讲的是真的诶 我昨天这个脚 刚刚好 摩托车跟人家相闯 这个脚还受伤 还受伤诶 准到这样子 马上那个男的 本来很不服的 在那边这个手摆这样子 嗯 这样子诶 有一个啊 根本就不信的 来了 你看我口袋里面带什么东西 你说你很灵啊 你看我口袋里面带什么 你 你啊 你算对了 我告诉你呢 我这里有一个 刚刚好 外面买了一个鞭炮 鞭炮 你算准了 马上放鞭炮 祝贺 不准啊 我哪回家自己放 放鞭炮哦 很多人面前讲的哦 我口袋里面是什么东西 佛菩萨写出来 日莲宗的南无妙法莲花经 日莲宗的南无妙法莲花经 放在你口袋里面 本来是很骄傲的 当场就跪下来 趴下来 拿出来 给大家看 你看南无妙法莲花经 南无妙法莲花经 所以那个时候啊 真的是 哇 那些菩萨啊 灵的时候啊 你知道啊 那个金子啊 摆在这个神岸上面啊 他们在神岸上面 跳来跳去 跳得很累了 啪 躺下来 抓一个金子当棉被 躺在神岸上睡觉 金床当棉被啊 在那边睡得很舒服 真的是很灵感啊 所以那一段时间 我写的东西特别多 我一直在写 写这个 好像是那一段 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 一件一件的事情 一件一件的事迹 其实测量也就是数日 你看我在深山里面问三神 说这个闲来高低多少 他告诉我 数日跟下去测的数日 是完全一模一样 那都有证人吗 那个测量官 测量士官啊 就是黄春风 十四个同前是魏清平嘛 每一个都是有证人的 我都把真实姓名写出来的 那个时候跟人家推测的这些数日 不得了的 所以应该知道了 七子神算 这一场法会会来多少人 以前很多人就问我 这一场法会会来多少人 应该排几桌 应该这个准备多少食物 其实这个手指头 七子神算都会 你只要把他放空 完全放空 心灵放空 由宇宙之间的 活菩萨的灵啊 来指示 他会弹的 他自己会张 张开的 像电脑的那个针一样的 会动的 然后呢 他会弹的 一弹出四日来 你就通通都知道 都明白 这个是一种心灵啊 完全是一种心的开放而已 文字十里菩萨 应该可以开放 他虽然不要去一个一个数啊 哪一个是菩萨 哪一个是佛来报到啊 或者签名啊 他看那个签名簿 或者哪一个天啊 来多少个 哪一个这个神来多少个 哪一个龙来多少个 哪一个鬼 鬼王来多少个 这样子拼命的 这样子去 去对 不用了 心一打开 他弹出一个数字 就是这个数字 应该是很准确 文字十里菩萨 可能在活菩萨面前 不是在如来面前 在佛陀面前 他不愿意显这种神通啊 他不要了 他不想显这个神通 他做乖乖牌 他乖乖牌就很乖了 不知道 让释迦莫里佛去讲就好了 他在这个佛陀面前显这样大的神通的话 不是给佛陀 给佛陀没有面子 其实好像佛陀也讲 他不知道 他表示佛陀的意思是讲说 实在是九眼截然显现出来 这个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 很多很多不可计数 跟恒河沙一样 跟彩虹山庄的蚂蚁一样 跟松针一样 对不对 跟所有这个宇宙可以比喻的 没有办法数的这些东西 都是一模一样 释迦莫里佛主要的意思是在讲 根本没有办法数 他所度化的众生 没有办法数 然后文智势力菩萨 他了解佛陀的心 他不是不知道了 他假如跟他讲出一个数字 佛陀就是讲 你那个鸡薄 对不对 我本来就是讲说 不可数 你既然把这个数目都讲出来了 几亿万 几多少数数都讲出来 就没有话好讲 要讲地藏经 要有一个印子 这是释迦摩尼佛 跟文智势力菩萨 对答当中的一个印子 今天就讲到这里 阿玛的变弥昊 阿玛的变弥昊 你来的意思吗 要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